我们再来关注本地消息 市区重建局表示 去年7月被发现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营业的15家位于中巴鲁的商户当中 有至少一半无法在去年底 及时遵守当局所列出的营业条例 当局正在同这些商户合作 协助他们调整营业方式或者是迁往别处 受访商户表示 正在同当局合作遵守营业条例 除了拆除单位外的招牌 商户也入住各自单位 以遵守当局对居家企业所列出的规定 确保其他居民不会受到商业活动的打扰 15家唯利商户中 有至少三家已经获得当局许可 继续在现有的地点营业 当中包括这家日本设计品牌公司 有的商户已经迁往其他地点营业 有的商户则是为了遵守营业条例 而不得不将租赁面积扩大两倍 这意味着商户现在所需要缴交的租金 可能达到之前的三倍 从一个月7000元到12000元不等 不过受访居民都表示 他们并不认为 居家企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太大的困扰 市区重建局表示 是将酌情处理那些需要更多时间 来符合营业条例的申请